三重仙色宫推动艺文发展是不遗余力 往年都会在庆祝神农大地圣诞举办盛大的艺文饗宴 而今年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延期举办 改在10月23号到10月31号举行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仙色宫110年艺文饗宴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延到了10月23号到10月31号举行 这次邀请到汉阳北馆剧团 欧阳慧珍舞蹈团等多个团体演出 10月23到10月31号 总共有9场的艺文活动 有传统的艺术的表演歌仔戏 也有邀请我们三重知名的欧阳慧珍舞蹈团 200多个人 这个场面非常盛大 到我们仙色宫广场 做出艺文的饗宴 来分享给我们所有的 神龙大帝的善男戏女 欢迎大家10月23号到10月31号 总共有9天9场的艺文活动演出 欢迎大家借时到仙色宫来 参拜神龙大帝 感恩神龙大帝 保佑大家在疫情期间 能够平安健康 仙色宫平时不但热心工艺 对于艺文的推广更是不遗余力 除了每年盛大举办艺文饗宴之外 还有针对成人开设的书画班 书法班等课程 所以仙色宫虽然是一个宗教团体 但是对乡土艺术文化的推动 我们一向不遗余力 对照顾的弱势的我们的族群 我们也都尽力来做 所以仙色宫也有国画班 也有书法班 那也有歌唱班 所以欢迎大家来报名 来参加这样的艺术的成长营 从10月23号到10月31号 每天晚上7点到9点半 将由不同的剧团或是舞蹈团 带来狸猫换太子 陈三五娘等精彩的表演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房间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